由花莲市公所举办的海事生活节 迈入第八年 今年延伸活动的深度及广度 首度推出海有东力营 为期三天的活动 透过多元的海洋相关课程 引领大小朋友深入了解并亲近大海 市长韦佳燕也和孩子们一起体验浸滩 一起参观花莲港灯塔 关心海的大小事 花莲市公所举办的海事生活节 迈入第八年 今年特别推出海有东力营 带领40位国小学童体验丰富的海洋知识 从独木舟帆船到海岸浸滩 让孩子们亲近海洋 也懂得爱护海洋 那其实也希望说 借此能够让孩子们体验一下海洋的一些 周边的一些环境跟生活跟生态 那其实刚刚在问答的时候 孩子们都表现的 这几天的学习的知识 都有学到里面 不管是星座或是帆船或是蒋 还是鱼类的种类 还是定制鱼网 我想孩子们在这几天学习到很多 那未来我想这样的活动 我们会持续的办理 那刚刚也有看到 除了花莲的孩子 更有外线式的孩子 那更可以说明我们活动里面办的非常的成功 活动一开出 基本上都是秒杀的 那未来我们希望梯次可以多一点 那其实这几天 虽然天气寒冷 但是我们看到孩子们学习的态度是真的很温暖 最后一站来到了连在地花莲人都不一定会知道的花莲港灯塔 参访这一座历史悠久的灯塔 小朋友们显得非常的稀奇和兴奋 市长魏嘉燕表示 海洋蕴藏了许多值得学习的宝藏 明年希望可以扩大办理 让海洋教育向下扎根 也让下一代为保护海洋环境来努力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